本期最人物的主角就是中国女首善何乔女 1966年 何乔女出生在浙江省武艺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里 父母有两儿三女 何乔女排老二 一家七口人 挤在一间30平米的屋子里 因为家里穷 何乔女10岁才第一次穿鞋 一年才吃一次鸡蛋 可以说小时候的何乔女真的是穷怕了 随着改革春风吹满地 何乔女的父亲转型种起了花木 当时花木市场兴起 何乔中的花木十分抢手 很快就赚了不少钱 有了钱 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好了起来 何乔女也开始认真学习 最终她顺利地考入了北京林业大学 因为父亲的缘故 她十分喜爱花木 所以报考专业的时候 她也选择了园艺专业 毕业后 何乔女进入杭州林业局 端起了铁饭碗 1990年 何乔受邀进金办盆锦斩销 何乔女没啥事就跟着去帮忙 何乔女大学时苦练的英语派上了用场 帮着父亲做翻译 经过一番推销 几百块一盆的盆锦 不少外国人很感兴趣 眼睛都不眨就买下了 这可让何乔女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于是她选择辞职下海 先回学校租了个温室花房 然后去广州买了一批盆锦 培育好了就卖给酒店和饭店 那些高档酒楼 很多都是老外在管理 何乔女会英语 又能吃苦 经常亲自去维护那些盆锦 外国人都很信任她 给了她十万元的大单 就这样 何乔女把自己的生意一步步做大 订单越收越多 之后又开花店卖起了鲜花 很快她就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1992年8月 何乔女成立了东方园林艺术公司 随着订单越来越多 她一个人显然忙不过来 于是她就找了一个专业的经理 但谁知 这个经理居然是大骗子 这家伙负责进货 买了五十多万的假花苗就逃之夭夭 不仅让公司损失惨重 还失去了一百多个大客户 为了挽回 何乔女听信朋友的话 拿着一百万跑去开铁矿 结果同样被骗的精光 最终何乔女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那段时间是她的低谷 但她还是扛过来了 之后何乔女靠着给一个别墅做立画而闻名 在她的努力下 这个别墅项目一开盘就轰动一时 里面的园林警官更是被人交口称赞 不少媒体闻风而来 何乔女和她的公司一战成名 此后 不少楼盘的园林工程都找到了何乔女 她的公司也因此一飞冲天 她很快还上了欠款 一步步走上了富裕之路 卖花姑娘出身的何乔女 在创业之初几经波折之后 于1995年前后踏上了富起来的道路 借助当时房地产投资升温的机遇 东方园林很快抓住地产园林的商机 到1998年 在北京地产圈和园林圈内已经小有名气 何乔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995年和1996年 几乎全北京的外销楼盘园林都是我们做的 2009年 东方园林在深交所上市 成为中国第一家园林上市公司 到2017年 东方园林也走到了自己的巅峰 市值突破400亿元 有钱之后 何乔女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在生活中她非常节俭 甚至没在北京买房 住在租来的屋子里 开着一部员工都觉得破烂的小车 直到公司上市后 她才换了一台好一点的车 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一周工作6天 但其实一年到头来 很少龙友休息的时候 名牌包包都和她没有缘分 尽管生活中的何乔女是分抠门 但她做起慈善来却非常大方 而慈善也是她的新标签 她能够活起来 也是因为自己的乐善好施 何乔女曾说 我在创业的25年里 每天都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 我一定要做一个慈善家 2012年 何乔女成立北京乔女基金会 2014年 她捐出6000万支持工艺项目 深入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治理 要让中国的河流没有污染 2015年9月 她承诺捐赠个人持有的7630万股 东方原领股票 以个人减持股票后的现金 捐赠给乔女工艺基金会 这些股票在当时价值29.27亿 2016年4月 何乔女联合国内最著名的女企业家 成立了木兰工艺联盟 并创办木兰学院 2017年5月 她联合其他几位女性企业家 通过木兰会公益基金会 向北京大学捐赠3亿元 共同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 她也因此获得了北京大学名誉效动 而且现在 还有很多人称何乔女为中国木兰 2016年 何乔女以29.23亿元的捐赠数额 位列胡润慈善榜第三名 也成为中国首位女首杀 何乔女在国内也迅速活了起来 但之后 她好像并没有那么幸运了 从2018年开始 东方原领资金链断裂 2019年8月 何乔女和她的丈夫唐凯 突然退出了东方原领 而在这期间 东方原领被爆出 拖欠员工工资上亿元 根据官方公开信息显示 在2019年 何乔女和她的丈夫唐凯 频繁被法院列入被执行人 也希望她能早日摆脱困境 兑现她曾经承诺的捐款 1.5米的何乔女 拥有传奇的人生 从卖花姑娘到中国女首杀 她一路走来的艰辛 是常日难以复制的 而最后从中国女首杀 到如今的法院被执行人 不得不说 在何乔女的身上 充满了神奇而神秘的色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